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倒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興奮清淨 夢群老祖法循璇 中華三祖的流泡 滿年子孫一萬年 各位三信大德 縣市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 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到的就是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中心 兒童肝膽腸胃腸胃科 吳孟哲 吳醫師 吳醫師 吳醫師你好 曉旗師姐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中榮總吳孟哲醫師 如果要說一個配音的工作人員的話 或者是說當一個主持人的話 在音色這一方面 你絕對是標準 因為聲音響亮 然後親和力又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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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著我們的兒童的腸胃肝膽科的醫生 非常的適合 因為也就是有您的親切 笑容 其實可以讓這些家長們 很願意把小孩的情況來跟您講 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謝謝 以前早些時候在看醫生 壓力很大 醫生權威特別的大 那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只要板著臉 這些患者不敢講話的 我不曉得以前你們上課有沒有提到這一段 應該讓各位知道 時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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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因為時代不一樣 現在家庭成員所有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全家的人所吃的東西 也因為時代在變而改變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問題就衍生出來了 所以譬如說我們說 可能家裡吃的東西關係 或者是父母親體質的關係 生了小孩也可能會影響到了 尤其我們今天要來談的就是便秘的問題 這個便秘的問題 為什麼小孩子也會呢 這個便秘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多的 我們兒童肝膽常用醫科的門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是在看便秘 他是因為缺乏運動 手腳不夠靈活嗎 對 父母就是因為大便有血或大便困難 大便疼痛 來看我們 那甚至在我們的兒童急診裡面 半夜肚子痛裡面 便秘也是占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小孩肚子痛一直哭囉 對 就是也有很多人實際是肚子痛最常見的原因 大概幾歲就會開始便秘了 大概幾歲 我們便秘大概有幾個比較好發的領域 譬如有人大概聽完母奶吃副食品的時候 譬如六個月開始 要加副食品的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情形 另外還有一個情形就是在見尿補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講訓練大便那段時間 必須是一歲半到四歲 這也很常見 這為什麼 小孩有壓力嗎 對 其實 這麼小就知道有壓力了 再來還有一個時間就是我們上學的時候 尤其是上國小的時候 在剛剛跟主持人有聊過 可能跟環境有關 譬如廁所沒有像之前這麼隱私 或者說廁所它必須要蹲的 不像以前家裡 幼稚園還可以坐著 所以大概會有不同的階段 所以也有人更小就便秘 當然它可能是不是一些先天結構的問題 譬如我們講說拒絕腸症 或是它根本的位置根本就不對的 很多時候大家沒有去便秘 沒有把它廟部打開就不曉得 原來它結構有問題 事實上結構問題也是有的 譬如有一種疾病叫前置肛門 甚至有人它肛門的位置 很靠近我們會因的地方 所謂的前置肛門是什麼意思 就是肛門的位置太靠近前面了 大家想一下我們大邊的位置 是是 因為本來是垂直的嘛 本來就是在靠近我們中間那個地方 現在它往我們生殖器那邊去了 有點靠近我們的陰囊 或是靠我們的大陰存的地方 是是是是 那這種有些人甚至合併一些叫做無鋼針 它其實只是靠一個肉管往前鑽 所以它是有大便會有東西出來 但是它位置不好 那這種也有可能是 無感啊 不是無感是說它的 因為它結構的問題 所以導致它排便困難 是 對這種就要開刀處理了 是是是是 所以這個小孩病命我看是很難過的 好 您剛提到六個月它可能開始要換奶的時候 或是加入一些 副食品 副食品的時候 其實它也很痛苦也很難過 可能就是哭 哭鬧不來 或是憋大便的動作 有時候我們看它 媽媽就說自己躲在角落 腳夾得很緊 雙腳交叉一直在呼喊 是是是是 其實它在憋大便 就是它想大 搭不出來 是 那今天要是又搭不出來 它想說不能明天再說 那就忍著了 一直忍著 然後大便就越放越粗 我們腸子也越沉越大 那下次有照一日 病室要出來的時候就會剛裂了 一大坡 也不是一大坡 就會把我們的屁股弄破了 弄破了 裂開了 就會有血了 是 這真的會有陰影 心理上 心理上也是 開始在禮集的時候 離疾厚重不出來 就說你 你說東西在門口它不出來 你有什麼辦法 其實心理的層面蠻重要的 那只好靠這個小孩自己解決 也不是 事實上我們大便這件事情 本來就要學習了 如果它不出來的時候 送到醫院去有辦法嗎 可以 但我們會透過一些方法 讓它能夠順得出來 或許也有冠場 也有吃藥的方法 當然也要先查明 它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結構的原因 是 不過當務之急就是 一定要先把它門口的東西 手塞的東西把它放出來 是 這個就是大問題 但是為什麼有些大便 就是說它已經走走走 為什麼它自己的排便 一直延後 本來是很順的 到最後面 不出來了 本來是很順 後來不出來 當然有部分是不是 就跟它生活習慣有關 我們講飲食習慣 排便的習慣 這些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飲食習慣就是說 事實上有些人就是 有些小孩不吃青菜 只是討厭吃水果的 還是很多這樣想 是是 那它如果都吃高油高鹽高糖 這些東西的話 事實上它不會有什麼大便出來 它不可能有纖維質 對 那再加上有的小朋友 他也許水分也不夠 像夏天水分蒸發 那我們大腸會把水分再吸收 是 變得又乾又硬 是 所以它當然就 又 又更減少它出來的時候 是 那再來就是排便習慣 事實上排便這件習慣 為什麼是需要學習 事實上 真的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 排便還要學習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每天一次 或是兩天一次 是 如果有些人甚至一個禮拜一次 甚至一個禮 甚至不定死的 那就根本沒有所謂大便習慣 也就是說你即使我們用了一些很好的藥 讓它大便變軟 它就是不去大 那還是擠在裡面 是 所以有時候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排便習慣 也是蠻重要的 還排便的問題有這麼大一個學問 不過我想要請問一下吳醫師 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些人來一天可能要上兩三次的廁所 對 但是有些人三天才上一次 沒錯 四天才上一次 對 這個到底哪一個才對 都對 但是我們要看他的年齡 事實上我們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事實上我們吃母奶的小朋友有時候一天大七到十次 甚至十次以上 這媽媽累死了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說他是異常 是 但是吃母奶的小朋友得到一個月 是兩個月以後 你會發現 哇他一個禮拜才大一次 兩個禮拜大一次也是有 這算正常嗎 那他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事實上這是正常的 因為母奶他很好吸收 所以小朋友他雖然一個禮拜大一次 但是大便的質地還是軟的 是 還是非常漂亮的 是 也不會有這些大便疼痛大便痛苦的感覺 這個就比較便秘 是 所以在比較小小孩 確實他不需要到每天一次 大概要到三歲以後 才慢慢的就是要到每天一次 是 那事實上三歲之前 有時候一天兩三次 未必是有問題的 那像母奶那個有特例 他可能一天好幾次 也可能好幾天一次 都屬於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是 我有一位同事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的小孩大概有五歲 對 那四五歲這個時候呢 他已經開始 如果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很有壓力 而且我聽說他是忍著忍著忍著 然後可能三天四天一次的時候 他排出來的大便 真的是又大又粗 而且就是要很久的時間 把整個馬桶都站滿了 他的爸爸壓了壓衝不下去 還要來用那個抽的 打通緝來弄 真的有這麼樣一回事嗎 真的 真的是這樣 不過這個大概就是已經是 有一段時間了 而且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他靠小朋友自己 沒辦法迫出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就越大便越不出來 他在裡面就是 越撐越大 然後一天復一天 再加上水分又被再吸收 越大便越來越硬 越來越粗大 那這時候當然會塞住馬桶 而且連馬桶都會塞住 當然他要出來一定會受傷 所以又加重了他心裡的這些負擔 他會越來越不想大 那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第一步驟就是要破除掉 這些門口的這些大石頭 你先把這些清掉之後 再加上一些方法 不管飲食藥物生活的方法 當他變成一個良性循環之後 才能夠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的問題 這個方法到底是什麼方法 有些人說 小孩這麼小就要看醫生 不是炒吃藥就好嗎 這麼小吃藥 然後乾脆買一些乳酸菌給小孩吃 有效嗎 乳酸菌可能效果有限 因為我們講說乳酸菌對於腹瀉 或許還有一些證據 腹瀉可能有幫助 但是對於便秘來講 目前的證據還是不夠的 所以坊間各式各樣的乳酸菌 也許你花了很多錢 未必能達到乳酸菌的效果 是 反而你還是要從我們正規的一些方式 先把這些想辦法把這些 底下這些石頭先推開 那推開之後再用維持的治療 讓它順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我們講的生活啊 飲食啊 排便習慣 一起訓練它 一起教它 那通常也要大概 如果比較嚴重 總是要半年左右的時間 慢慢的把藥就再得夠減緩下來 那才可能變慢慢的成功 並不是單吃一個乳酸菌就能下山 那這個問題 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請教吳醫師了 吳醫師一直說 要把他這個門口的石頭把它推開 可是呢 因為呢就是推不開 上廁所 剛門啊就裂掉了 對 等到快好的時候 四天又到了 他又要上一次了 可能又要痛一次了 對 小孩壓力很大了 那請問如果說 我們掛了門診到醫院去看的時候 我們醫生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通常如果真的非常嚴重的 有時候我們雖然我們不會常常灌藏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所謂的緩洩劑 它是用灌的 是 不管是甘油球啊 或是大一點的這些灌藏劑 是 它確實能夠讓你肝門口這些能夠掀出來 掀出來 對 掀出來之後我們 上面的才出得來嘛 當然上面我們還會用口服的一些藥物 那通常有一些藥物叫做氧化煤啊 或是在我們成人或小孩有一種叫度化液啊 這類的 屬於維持期的用藥 事實上都很安全的 是的 第一個他們都不太會吸收 也就是吸收率很低 是 再來的話它也不會有什麼依賴性 也就不是大家講說什麼 吃了這個就一輩子要吃 其實都不是 都不是 那他們安全性很夠的 是 所以通常用一些簡單的這些緩洩劑 讓它維持一段時間 我們目標就是用最少量的 這些緩洩劑 讓它維持一到兩天就會有想要大便的這種感覺 那它順了之後 我們就才能夠跟它慢慢的訓練它大便的習慣 飲食的習慣去鼓勵它 是 這樣才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開始 要不然的話 這小孩現在才五歲可能要讀大班嘛 接下來就要上小學 那又是另外一個挑戰 一下子一個小時到了 又要下課又要上課十分鐘嘛 對 它的壓力其實很大了 對 現在我覺得這些小朋友去上大班的時候 或者上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時間都已經很趕了 因為父母親帶去 父母親要上班 所以他要配合很早的時間去 真的沒時間上廁所 所以大便時間是可以訓練的 那我們通常會鼓勵小朋友有一個訓練大便時間就是飯後 那譬如你早餐飯後或是晚餐飯後 約末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以後去蹲個十到十五分鐘 那慢慢的就會養成習慣 可以去那邊等待一下嗎 嗯 蹲個時間就是等待 對 那是因為考量說我們現在工商社會嘛 是 早上大家都匆匆忙要上班要送小孩 要穿衣服又講賴床 所以早上的時間如果真的來不及 你事實上晚上是不錯的時間 是是 因為我們餐後有一個好處 我們身體有一個反射叫胃大腸反射 當我們餵裡面有食物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這裡的受氣就會告訴我們大腦說 我大腸可以開始蠕動了 所以這時候餵大腸反射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時候去大會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為什麼飯後是個不錯的時機 不管你早餐飯後 如果來不及就訓練晚餐飯後 那你鼓勵他說晚餐飯後去蹲一下 那他久了他就會習慣成自然 因為這有點我們叫制約反射 以後他就是慢慢的跟大便這件事 跟餐後連結在一起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成功 所以你也會遇到很多家長都說 好像就是吃完東西之後就會 就一定變異了 對 事實上就是有道理 可是你剛剛說早上或是晚上 那到底是早上上好了還是晚上上好 我個人是早上 但是以現在的這種時代 因為早上大家真的有時候很充滿 真的很忙 所以晚上也OK 是 就是早晚我覺得都OK 但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學校的廁所 或是說你真的不管幼稚園廁所 不是那麼隱秘 或是說國小廁所要蹲 或是覺得不是像家裡這麼乾淨 蹲太久了 同學就敲門了 你就肥水不落為人天 在家自己處理是最舒服的 是 那我請問你了 兒童便秘的原因到底 有哪一些一般的生活的 或者是他可能有什麼病因的 原因大概也有分幾種 不過絕大多數是屬於所謂的功能性便秘 他其實坦白講還是跟體質有關 那或者是跟他的飲食啊 因為纖維攝取的不夠 水分不夠這些有關 就吃得太精緻的東西 大部分如果我們排除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話 他是屬於功能性 功能性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心理的層面嘛 畢竟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他一直恐懼害怕大便 他就不容易成功 那當然最後的話就是還有一些是屬於 真的是病理性 生理性的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結構異常 他大便肛門的出口位置不對 或者是說他有一種 我們最擔心是有一種叫聚結腸症 聚結腸症的話 他可能很小就容易肚子髒 甚至到之後還是有慢性病的表現 他事實上是大腸靠近肛門那附近的神經 他沒有神經症 沒有神經症 所以當大便充滿在那邊的時候 他不會放鬆 內闊就不會放鬆 所以沒辦法出來 那這怎麼辦 這個還是得透過診斷之後 由外科方式處理 這是唯一需要就是 開刀處理的這些疾病的問題 他就不屬於功能性的 這種小朋友兒童多不多 還是有一定的比例 這種小朋友會很小就開始便秘 常常一個月就肚子上 然後在一歲之前就已經便秘得很厲害 所以還是要有警覺 當我們大便的質地改變了 是 我次數就是跟人家不一樣的時候 還是說排便疼痛 排便困難 甚至有血 大概就是要提到幾次 混亂一脈是更遠 山道忽然世間沉 上忽然心的心境 紅菌烙燭發弦弦 我們是大腸狹窄症這個 怎麼辦 這是大什麼意思 大腸狹窄在我們這邊其實 並不是那麼多 其實最常見的應該是說 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神經的問題 神經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拒絕腸症 是 它就是有時候一小段 有時候是一整段的大腸都沒有神經 那這樣它整個都過不去 是 那大便到那邊就堵住了 所以這種會比較 還比大腸狹窄常見 是 好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大人也自己會很主動的 找個時間去運動 走路 因為運動其實可以幫助 我們腸胃的蠕動 是 那小朋友他那麼小 他做什麼樣的運動 醫生可以建議一下嗎 小孩子當然如果說大一點的小朋友 當然都鼓勵運動 運動跟水分 纖維質 這些對我們大腸的蠕動 都是有幫忙的 是 那如果小一點小朋友 當然如果他都還沒辦法 做沒辦法 你當然只能跟他按摩 或是順時真的按摩 沿著肚臍順時的按摩 在他幫助 沿著肚臍順時中的按摩 對 可以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要用熱水 熱膚 要什麼的不用 頂多是溫水 溫水 對 那要藉助一些比較潤滑的東西來按嗎 還是怎樣 可以 當然要塗點乳液 或是說一些潤滑的也可以 按肚臍就可以 還是 肚臍附近幫助他排便 是那個地方嗎 因為事實上有些比較小小朋友 他們也有一些排便的問題 通常在一個月之內 他們就半夜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因為發現他解完便之後 他就舒服了 還是有這樣子的 當然我們透過安安符的按摩 也了解說這是 也是屬於功能性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他大概到九個月以後 就比較不會出現這種 功能性這種排便的這些 比較困難的情形 是 好 那如果同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小朋友 他可能肚子痛 排不出來 我們幫他做在肚臍附近按摩 大人可不可以這樣做 大人大概我們還是鼓勵你多運動吧 多運動 然後纖維質 其實纖維質很重要 是 就是我們吃的東西 是不是你都沒有吃到纖維的東西 有可能喔 你現在說的呢 如果說光像我們上班族的話 就是總有個便當對不對 對 沒有 青菜是可以數得出來的 對 再加上沒有時間吃了一些水果啦 晚上回去又忙的時候 你說大家可以吃多少青菜 是 那如果像水災這麼嚴重青菜又貴 哪可以吃到很多 我稍微講一下吃什麼好了 好的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譬如說香蕉到底是便秘吃還腹瀉吃 是是是 這個問題好 對 因為 事實上我們香蕉有分兩種 一種是綠綠的 剛出來的 剛出來硬棒棒怎麼吃呢 就是比較沒有黑點的那種 那種我們是用來止蟹的 所以你便秘如果都吃那種 剛出來的那種香蕉 等一下 我把它再敘述一次 如果是便秘的人 對 就是腹瀉的人 對 就吃那種剛剛出來香蕉 其實它還是硬硬的 但是還沒有一點點的 對 綠香蕉 綠香蕉 但是還是可以軟的啦 還是當然是很好吃的啦 對 是有止蟹效果 可是便秘的 如果你吃到這種就會越來越便秘 是 便秘可能要真的要選那一點的 或是有用黑點的 就是它已經黑到點點長了很多斑了 對 對 那所以有些水果當然是 是 當然它對大便是有幫忙的 比如我們叫水梨 水梨是蠻不錯的 是 它會讓我們大便變得比較軟一點 是 它裡面有三梨醇 是 那其他蘋果也是有比較容易便秘的 所以我們倒是會鼓勵說吃一些水果類啊 水分多一點的 是 甚至一些瓜類啊 還有一些火龍果奇果啊 這些對大便都不錯 是 是 那腹瀉就反而顛倒過來 所以蘋果你不建議了 蘋果是我們腹瀉的時候最適合的 蘋果是腹瀉 哎呀 都吃錯了吧 你這樣說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錯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說請醫生來這裡跟我們談到就是說 我們兒童的腸胃科的問題之外 我相信這些的問題其實也反射到我們大人 應該也都是同樣的一個身體嘛 對 其實是類似的 是類似 所以說照顧小孩的時候順便照顧一下自己 這個有必要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益生菌 您說如果拉肚子的時候可能來吃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真的便秘的人 這個已經緩不及及了 光靠益生菌可能沒有幫忙 當然就益生菌如果它是無害的甚至有注意的 也許它能讓我們腸道的環境變得比較良好一點 當然我們是不排斥啦 但是你就是盡量選擇比較有證據的或是比較可靠的一些醫生菌 是 另外一個問題喔 也是很多人想要問的 是 蟹藥跟軟便劑 對 有什麼不一樣 那蟹藥常常吃可以嗎 有些人便秘就是買蟹藥來吃啊 對 那吃了以後就可以肚子絞痛一下然後就跑去廁所 可是後來還是發覺自己是便秘沒改善 對 這個請你解釋一下好嗎 蟹藥一定是軟便劑啦 等到它字面上一定是這樣 只是說我們軟便劑 就是說這些緩蟹劑裡有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刺激型的 那 就是劑比較深的 它會刺激我們腸子蠕動的 對 這種就比較不適合一直用 譬如說有些用灌腸的藥 或者是說有些是我們講是叫番洩液那種藥 是的 那種藥它吃的效果也蠻好 但是它腸子真的會刺激它蠕動 這種就比較不建議一直使用 也比較真的會有一點點依賴性 那如果是像我們這種微磁型的這些 真的只是輕微緩洩的這些藥 那事實上它們並不是刺激型的 也就是真的也不會有什麼依賴性的問題 反而舉我們剛剛講的氧化鎂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小孩子有些是度化液 甚至還有一些其他種類的 那它如果你不是刺激型的話 其實是不用特別擔心 是 所以小孩子的便秘或是大人的便秘 真的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到醫院的時候 醫院也是會開這個藥房就對了 對 我們還是得讓它破除這個惡性循環 是是是 當我自己一定要先解決嘛 是 所以大家不要說是怕依賴 因為醫生就是專業 尤其是專科的醫生知道用藥個人的體質 我們用了以後當然不會長期的依賴 但是對我們目前這種情況 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是 所以太好了 最後你要建議一下 常常有便秘習慣的人 平常要注意些什麼 這是很常見的問題 其實便秘習慣當然 除了保持一個好的這些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還有排便的習慣 那當然水分 運動 這些都還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遇到如果說真的又到了惡性循環 沒辦法出來 或許有些藥物也不用排斥 通常我們大概幾個月的時間慢慢調整 就可以可除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走到良性循環 是 還是要靠自己作息要正常 多喝水多運動 這個已經是健康的不餓法門 應該是便秘的不餓法門 再來嚴重就是要看醫生 大家健保很方便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的就是 我們台中榮民總醫院的 兒童醫學中心兒童肝膽腸腸胃科的吳孟哲 吳醫師 今天謝謝你貢獻出這麼多的職位 謝謝 感恩祝福你 同時也感謝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 有的內相貴 作為時尊無我責 你會掌聲 你會鼓勵 將我僵心願 你會掌聲 你會掌聲 掌聲